大家早上好呀,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带你们来看看我昨天抓的鱼儿怎么样了 有没有飘起来的 先把这个草葫芦拿开 好像看到了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怎么肚子往上翻了 这是在睡懒觉吗 居然是领盒饭了 这里还有一条 肠子都出来了 这也太恐怖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来看都好好的 看看其他还有没有飘起来的 我太难了 还像还有一个螃蟹趴在下面 螃蟹都能领盒饭 这也没谁了 到底啥原因 有没有人知道 在评论区告诉我 把它们放归大自然吧 让它们为花花草草做一点贡献 再来看看其他的怎么样了 这条最大的是螺飞鱼 太活泼了 一只手根本抓不到 鱼缸里好像水少了 它们一天能喝这么多水吗 给它们加点地下矿泉水先 一勺不够再来一勺 千万别让它们渴着了 来看看这边的星星鱼吧 昨天把它们和小鱼小虾放一起 它们会把小的都吃了 于是就把它们分开养 身上的颜色慢慢变黑了 这条好生猛呀 野生的就是不一样 这个鱼缸看着有点小了 明天打算为它们重新做个大的鱼缸 让它们在新家快快乐乐地长大 哎呀 好主意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有喜欢养鱼的关注一下我呗 下期看我怎么给鱼儿们 怎么制作一个大的鱼缸